聖誕節要找毛毛嚇嚇你 難一點 機古駝啤車 沒有第三關了是吧 沒有了 你已經見了 多過五個都忘記了 大家好 呵呵呵 今天我帶了大眼仔 來到太古城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怪獸大學來到太古城慶祝聖誕 大家看不看得到 哇 很漂亮啊 這個究竟是怪獸大學還是怪救公司呢 我們現在下去看看 各位咕咕小朋友 我準備來嚇你了 首先我們還沒進去怪獸公司之前 我就經過怪獸隧道 有很多危紅光管 有大眼仔 毛毛在奔跑 到門走出來就有禮物 還有怪獸公司的地位 我們離開時光隧道 我們現在第一個 就是去看看有什麼禮物派 聖誕節 歡迎來到怪獸公司 首先來到公司第一時間 當然要申請員工證 就是這個員工證 對 只要scan qr code 就可以成為員工 我做了大眼仔員工 做了員工之後 就可以去玩不同的遊戲 有多少個遊戲 總共有兩個遊戲 現在和毛毛一起派禮物 派禮物 你只需要分開哪些是門 哪些是禮物 按手機的遙控就可以了 是不是有聖誕啤的禮物 就有禮物 你剛才有沒有玩過 有啊 好好玩的 你多少分啊 我滿分 滿分啊 哎呀 我有多少分啊 挑戰完成了 合格 嘩 毛毛現在派禮物 你快點走過來看看 他會不會派一份給你 好啊 好啊 禮物吧 麻煩 其實毛毛到門旁邊 還有阿Boo坐在這裡 還有一個M字 無神神 嘩 現在是Babic 就已經升到上天了 我們第二個遊戲 就是玩禮物排序 現在過來一起玩吧 我戴上大眼仔來玩吧 這個遊戲就是考你的記憶力 怎樣記憶呢 首先就看看禮物箱裡面有什麼禮物 車 陀螺 鼓 記住禮物的次序 然後在電話按出來 哦 那很簡單的 車 陀螺 鼓 那就贏了 還有下一關的 還有五個 飛機鼓 陀螺 啤 車 難一點的 機鼓 陀螺 啤 車 沒有第三關的是不是 沒有啦 你已經完了 多過五個都忘記了 哈哈 好 我們現在要找到場內 另外兩個QR code 就可以有貼紙 阿仁 你不要搞大眼仔的禮物 我也是大眼仔 我打算和他一起派禮物嘛 是啊 那我們第一個QR code在哪裡呢 好像很隱蔽 我帶你去附近 你看你找不找到 會不會在大眼仔的臀部 哦 是不是這個啊 是啊 噓 你不要說聲 我靜姐當然要嚇阿Boo 阿Boo 你不要嚇他 小朋友而已 你快點送一份禮物給他 又要送禮物給他啊 我又沒有一份 我猜那個QR code 應該不會在POP Store那裡嘛 阿Boo 你知不知道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啊 好 我們找到其他地方有沒有 沒有啦 好 我們不如去那邊找找 會不會在聖誕樹裡頭呢 好像沒有啊 你再找一下 應該在附近的啦 這裡啊 這裡啊 耶 恭喜你 這樣你完成殺手的挑戰 你就可以獲得貼紙一張 你選一張 有四張選一張 是啊 是不是 好像聖誕節比較漂亮 我要聖誕節這張 好啊 好啊 多謝你 有沒有人知道這幾隻東西叫什麼名字呢 因為看完電影那麼久 我已經忘記了它們叫什麼名字了 可以留言告訴我啊 是不是毛毛的女朋友呢 反而不認識的 我們離開了怪獸公司 原來樓下兩層還有少少的DECO 就是在溜冰牆那一層 雪人冬甩大眼仔 在聖誕樹旁邊啊 好了 然後我們去到大街的門口 在那裡就猜到 剛才是大眼仔這個應該是毛毛啦 咦 猜錯了啊 原來是毛毛和大眼仔一對 賽後檢討 哇 太古城 這個聖誕節很漂亮啊 我簡直去了阿菇的家 不想走啊 抱著這個毛毛的照片 最壞的這張床呢 太小了 不然可以睡上去 我覺得最漂亮呢 就是菇的房間 粉紅色 然後最震撼的就是 開場的大毛毛聖誕老人 如果大家要有這個貼紙的話 記得要去檢查兩個KR Code 兩個KR Code在哪裡呢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影片的位置 因為剛才我找了很久才找到那兩個KR Code 然後就要玩那兩個遊戲 那兩個遊戲是非常之容易的 那就可以在四張貼紙裡選一張 預祝大家聖誕快樂 Merry Christmas 記得來太古這裡找阿Boo和毛毛啦 拜拜 下集再見 你按了這個紅色按鈕 就要去禮物傳送門 和大眼仔一起派禮物 我以為可以拿走禮物回家 我想問這個阿Boo是否真的可以移動 可以呀 可以示範一下怎樣移動 他這手 噢 噢 我以為是電動 即是可動 噢 關節 好像在毛毛裡面的店鋪 更吸引一點 有三眼仔 有蝙蝠俠 還有一隻Pattern在那邊 那隻是甚麼Pattern 不過我不太喜歡Pattern 是迷宮 咦 是米奇老師來的 但是大眼仔的家已經沒有空 唯有去多嚇一些小朋友 把他們的家庭 好了 拜拜 沒有空買Barbic了 各位 聖誕快樂